前龙天生的宫斗巨宠儿 作者张明洋 朗读者友谊 前龙天生的宫斗巨宠儿 1765年 前龙南巡途中 与皇后乌拉纳拉氏决裂 原因神秘 前龙朝的宫廷 有太后皇帝的母子情深 有无情最是帝王家的 兄弟细强 有命运臣服的后妃 有堪比马拉松的储君之争 后宫有时还与前朝政治纠缠不清 作为一个宫斗巨的新人 前龙这几年火得一塌糊涂 在这个时代的流行阵之中 前龙是那个接力富足两代 康前盛世的盛世之君 是那个与文字玉捆绑在一起的 阴质帝王 是那个喜欢吹嘘 实权武功的虚荣老者 是那个酷爱在传世书画上提字的盖章狂谋 而在电视剧《沿袭攻略》和《如意传》中 前龙终于成为宫斗巨的男主角 国人在追剧时也突然发现 前龙原来天然就是一个宫斗巨男主角啊 以前的宫斗巨怎么就忽视了他呢 多亏了《沿袭攻略》和《如意传》 才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了这个宫斗版的前龙 宫斗巨自然有太多虚构的部分 但以真实历史来看 前龙本人的情感生活自带八卦体系 前龙时代则更是有很多深度契合宫斗巨的特质 前龙朝的宫廷 有母子情深的太后 有细强的前龙兄弟 有命运臣服的后妃 有堪比马拉松的储君之争 后宫有时还与前朝政治纠缠不清 细细想来 真的没有比前龙更适合宫斗巨的皇帝呢 太后 前龙朝的太后是纽护鲁士 历史上著名的重庆皇太后 也是《真妃传》中的女主角西贵妃 这位太后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人 在延续攻略上演时 她还被网友戏称为上一届宫斗冠军 可以说纽护鲁士是将《甄嬛传》和《延续攻略》 这两部宫斗剧串起来的关键人物 在大清朝的官方记载中 重庆皇太后当然是乾隆的生母 但在《甄嬛传》和《延续攻略》中 纽护鲁士只是乾隆的养母 乾隆的生母另有其人 特别是在《延续攻略》中 还有一个乾隆生母为嘉兴前世的说法 太后纽护鲁士将这个秘密隐藏了很多年 在各种遗史中 乾隆的绅士之谜素来是一大显学 金庸的《书建恩仇录》还采用了 乾隆为海宁陈阁老之子这个经典的谣言 那么在历史上 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谁呢 或许只能这样说 大概率仍然是纽护鲁士 毕竟伪造绅士是一个极其繁杂的政治工程 可不是像宫斗剧中那样拍拍脑袋想当然 但不能不说 《延续攻略》中的嘉兴前世之说 倒也不是胡编乱造 而是有史可依的 清宫的原始档案中 就有前世风为西非的记录 据此历史学者金满楼 在《皇城秘史》一书中说 乾世有可能就是纽护鲁士 雍正给乾世换了满人身份 也有可能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正如乾隙攻略所说的那样 乾世这个名字被隐身了 纽护鲁士代替乾世 成了乾隆生母 无论乾隆的生母是谁 这本身已经带有强烈的 宫斗剧悬疑色彩 最妙的是 你完全可以像延续攻略那样 给乾隆来个绅士之谜的桥段 然后冷艳地声称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如之前所说 乾隆生母是谁 可能并没有什么猫腻 大概率还是纽护鲁士 即使宫斗剧采用这一正统说法 仍然有很多故事 可以衍生出去 在历史上 乾隆非常孝顺太后 母子关系极其亲近 在太后生前 乾隆几乎每次出巡都会带着她 光难巡就同游了三次 可以说 在乾隆的后宫中 重庆皇太后很有可能 就是最终的大boss 而由此演绎出来的 太后与皇后之争的情节 正是宫斗剧最喜欢的 更关键的是 重庆皇太后一直活到 乾隆42年 享年86岁 是清代皇太后中最高寿的一位 由此你也可以说 重庆皇太后对后宫的掌控 几乎覆盖了乾隆朝的一大半时间 这也并非全人出自推测 在历史上 乾隆最后下决心 立乌拉纳拉室为第二任皇后 就是出自太后的一力推动 严戏攻略倒也采现了这则靠谱的史料 更能显现太后的后宫掌控力的事 乌拉纳拉室后来被废 很有可能与太后有干系 乾隆曾专门下诏 批斗季后的错处 其中专门强调 皇后姓呼改常 与皇太后前不能客进孝道 你看 又是太后又是婆媳矛盾 好一个成也太后 败也太后的精细细节 这不是天然适合宫斗剧发挥的 真实历史素材吗 就算把这一段拍成太后 在宫斗中击败了皇后 上届宫斗冠军 完败本届宫斗冠 也算是有历史根据吧 有这么艰巨绅织迷和权斗冲突的太后 乾隆朝的后宫能不精彩吗 乾隆时代的甄嬛 完全可以与甄嬛传中的他 一较宫斗高敌了 兄弟 在宫斗剧中 帝王的兄弟之争 似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套路 比如甄嬛传中 有雍正十七帝果亲王云里 作为第三者的出现 延续攻略中 有乾隆之地 和亲王洪昼的篡位阴谋 当然第三者和篡位阴谋都是假的 但乾隆朝的帝王兄弟关系 却有不少料可以挖 有不少史实可以一路延展 成为宫斗剧情 在历史上 排行老四的弘历有九个义母兄弟 弘历即位成为乾隆后 还在世的兄弟 有五帝红昼和十帝红瞻 红昼仅比弘历小四个月 他俩从小生活在一起 同吃同住 同时读书 朝夕相处 可谓手足情深 但乾隆即位后 君臣之格压倒了兄弟情 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诡异起来 延续攻略倒是没有乱说 乾隆的确一度很放纵 红昼仅曾因为和军机大臣 乐钦闹矛盾 当众殴打乐钦这个乾隆朝 前妻第一宠臣 乾隆目睹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既不怪罪 也不出声阻止 本性骄狂的红昼仅 还曾对乾隆闹个小性子 说过一些在帝制时代 算得上大不敬的话 多亏了富衡好心提醒红昼仅 红昼仅这才惊慌失措地 去找皇帝哥哥请罪 乾隆貌似不惊异 又不吞吓地说了一句 如果我答复一句 我们顶撞起来 你就该粉身碎骨了 这是多么好的宫斗剧素材呀 在乾隆的敲打之下 红昼仅逐渐变成一个 饱食中日 无所用心的浪荡子 当然也有人将这解读为 收敛锋芒的避祸之举 红昼仅在家里养着戏班子 自己改写戏文 亲自上台谈唱 红昼仅在历史上 最有名的荒唐举动是 红昼仅喜欢装成活死人 一遍遍地排练演习自己的葬礼 亲人奴仆哭得越投入 他越开心 乾隆35年红昼仅因病身亡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红昼仅是死于政治斗争 至于说红昼和季后 乌拉纳拉是有私情 那就完全是 严习攻略的促侠发明了 实地红昼的故事 倒是没有那么多 但却也很宫斗 在甄嬛传中 红昼才是甄嬛的亲儿子 甄嬛不想让红昼 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 只想让他做个 岁月静好的快乐皇子 而在历史上 红昼和太后 倒是没有什么亲子关系 但他的确如甄嬛所愿 成了个胸无大志的 闲散王爷 颇有戏剧性的是 红昼十分贪财 运用王爷的特权 疯狂敛财 甚至还卖官欲绝 当然他干预朝政 只是为了钱 而且红昼和乾隆 倒是真的有过兄弟失和 乾隆越看贪财的红昼 越不顺眼 不断地敲打他 有一次动了真怒 将红燕由郡王降为贝勒 罢免了所有官职 谁知道被皇帝哥哥打闷了的 红燕此后一蹶不振 闭门不出 后来还一病不起 并威使乾隆亲自来看望红燕 一向刚愎自用的乾隆 表示出了极为痛悔的心情 一边乌烟 一边拉着红燕的手 忏悔说 哥哥因弟弟你年少不懂事 因此教训的稍微严厉了一点 想不到你会因此的这样重的病 乾隆很快就下令恢复红燕的 郡王爵位 但红燕还是很快与乾隆 三十年去世了 如果按照甄嬛传的逻辑去拍 有没有点乾隆刻意逼死太后亲子 以绝后患的意思呢 后妃 乾隆一共立过两位皇后 一位是结发妻子傅察皇后 逝世于乾隆十三年 一位是乌拉纳拉氏 也就是《延续攻略》中 蛇尸蔓延的那位季后 《如意传》中周迅饰演的女主 她是在乾隆十五年被立为皇后 乾隆三十年南巡途中突然被废 四年便在痛苦中去世了 《延续攻略》没说错的是 傅察皇后还真是乾隆一生的白月光 中国历史上像乾隆与傅察皇后 这样完美的帝王夫妻关系 的确很罕见 既然是很罕见 就很天然带有戏剧性 在《延续攻略》中 帝后cp 被网友作为该剧的第一个热点 反复的热潮 网友似乎是第一次知道 后宫剧中竟然可以有如此真挚的感情 不过在历史上 傅察皇后不是延续攻略中那样自杀身亡的 是在南巡途中在济南不慎染病而逝的 当然这应该和他在皇子去世后的大受打击也很有关系 傅察皇后去世后 如张宏杰先生在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一书中所说 对傅察皇后的思念成了乾隆后半生感情生活的主旋律 因为傅察皇后乾隆再也没有去过伤心地济南 南巡时刻意避开 为了傅察皇后 乾隆写了一百多首道王室 为了傅察皇后 乾隆八十岁 还来到发七分前 一心想活到百岁的他 竟然触境生情地说出了 我想早点和你团聚 这样不吉利的话 更别说为了傅察皇后之死 乾隆性情大变 施政风格发生了巨变 动辄大开杀戒 彻底结束了他与大清官员之间的蜜月期 从宽仁峰开始回归傅皇雍正的严峻峰 这一年也就是著名的乾隆十三年 成为乾隆时代的重要转折点 傅察皇后死后 乾隆为何变了一个人 宫斗剧一定可以挖出一个巨大的阴谋 后宫深刻影响了乾朝政治 这又是一个宫斗剧 可以好好着力发挥的点 第二位皇后是乌拉纳拉氏 可以说乾隆立她是因为 大清朝需要一位皇后 恰好乌拉纳拉氏条件符合 而不是乾隆有多么的爱她 乌拉纳拉氏尽管看似上位之路顺风顺水 也为乾隆生下两位皇子一位公主 但实际上她从未获得乾隆的真正宠爱 傅察皇后去世后 乾隆的人生可能再也没有爱情 而在以乌拉纳拉氏为主角的如意传中 她被演绎为乾隆最爱的女人 和乾隆一起经历了爱情幻灭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没有爱也就罢了 乾隆与乌拉纳拉氏的感情也说不上和睦 后来帝后反目时 也暴露出双方其实早有积怨 乾隆三十年 乾隆在南巡途中突然与季后失和 据说乌拉纳拉氏不可思议地剪掉了头发 而满人只有在家中老人去世时才会剪发 引得乾隆大怒 虽未正视废后 但从此形同打入冷宫 而积怨是什么 究竟为何失和 对此历史上并未有明确的记载 而此种空白地带 正好可以留待宫斗剧尽情发挥了 一些野史的说法倒是很宫斗 据说在南巡途中 乾隆临向了多位江南美女 还试图将其中的一位带回宫中给个位份 皇后听说或是度火中烧 又或是出于攻心 要想劝阻乾隆 不要有为汉女不入宫的组织 总之皇后是和乾隆为了江南美女起了严重的冲突 最终导致了乾隆的总爆发 尽管失和原因成谜 但乾隆此后对乌拉纳拉氏的极度痛恨是显而易见的 完全看不出还留存有什么样的夫妻情分 但乌拉纳拉氏与乾隆31年去世时 乾隆并未以皇后的规制来举行葬礼 仅仅以贫的规格来安葬 日后也并未随葬乾隆的御灵 在理智上进行了等同于肺后的严重打压 按照流行的说法是 不肺而肺 乾隆对乌拉纳拉氏的评价更是十分的凉薄 举动游乖正理 济泪风靡 活脱脱一副女疯子的形象 而严禧攻略显然也刻意沿用了乾隆的说辞 强化着季后发疯的人设 但可能就是由于命运多舛 乌拉纳拉氏成为清宫剧出境最多的皇后 不过人物形象多以负面为主 特别是环珠格格中的恶皇后形象 几乎成了一代人心中的梦魇 严禧攻略的女主角 是魏英洛 但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其实查无实据 史书上只简单的留下一个魏家氏 不过这也算正常 清朝几乎所有的后妃 包括尊贵无比的皇后 在史书上都很难留下名字 魏家氏比妇查皇后小十五岁 比乌拉纳拉氏皇后小九岁 乾隆十年史刚刚被封为魏贵人 复查皇后去世的乾隆十三年 魏家氏才刚刚被晋升为妃位 成为我们现在熟悉的令妃 乾隆自然是喜欢令妃的 否则也不会和她在十年内连生六胎 足见宠幸之多 乾隆三十年时还将她封为皇贵妃 大清朝后妃序列中的二把手 仅次于皇后 但要说爱的话前面说了乾隆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复查皇后 令妃也没有得到 令妃只能说是最接近爱的后妃吧 至于令妃为何没有成为乾隆第三任皇后 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 乾隆心目中的皇后只有复查皇后一人 惹乾隆大怒的季后被废之后 乾隆对立后仪式更加心慧意冷 第二 令妃被晋升为皇贵妃之后 担负起了母仪天下 主理后宫事务的重任 虽无皇后之名 但却有皇后之实 乾隆也无谓多此一举 第三 令妃之子永延 后来被乾隆秘密立为皇储 乾隆在此前后 如果立令妃为皇后 就近乎泄露了秘密建储的人选 在乾隆将所有感情都留给了复查皇后之后 令妃为何可以一军突起赢得乾隆的青睐 为何可以迅速接管乌拉纳拉市被废之后的后宫权位 为何可以获得太后的认可 为何可以受宠长达二三十年而不衰 为何可以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帝国继承人 史书上并没有给出答案 这又轮到宫斗剧出场填补空白了 你要说这真如延禧攻略中那样充满神迹一般的戏剧性 明眼人肯定不信 但你要说这其中平淡如水什么都没发生 我也一百个不相信 真当大清后宫是过家家了吗 更别说令妃和充满传奇光环的香妃 在后宫中还有十几年的交集 高手对招啊 这其中的可演绎之处那就多了去了 可惜了 延禧攻略只是蜻蜓点水 皇子 在我看来令妃在历史上最重要的存在感 未必是在后宫有多受宠 反正乾隆也不真心爱她 或者说曾经做到了皇贵妃这样的高位 反正也没成为皇后 而是在于她生下了十五二哥永远 也就是未来的大清帝 嘉庆 乾隆一生一共生了十七位皇子 十位公主 皇位能被永远拿到还真主要是靠运气 而不是永远从小就有多么的英明神武 乾隆是个正统观很强的皇帝 一心想把皇位传给傅察皇后生的嫡子 但奈何被乾隆夫妇寄予厚望的 皇次子永连九岁就病死了 皇后所生的第二个皇子 皇妻子永从则更是只活了二十个月 傅察皇后不久后 也部分因为悲伤过度而撒手人寰 乾隆的嫡子梦也就此破碎 当两个嫡子相继去世之后 五二个永迪一度成为乾隆最喜欢 也最寄予厚望的皇子 这一点 环珠格格和延续攻略在大方向上 倒是没有乱说 永迪年少时便精通满语和骑射 而这正是乾隆及大清皇室最为重视的两项技能 被视作满人打天下保天下 维持民族特性的看家本领 因此也让永迪在乾隆心目中得分甚多 还有个野史流行的说法是 乾隆二十八年 乾隆在圆明园时恰逢火灾 十年二十二岁的永迪此时表现出了 为了君父不惜惜命的勇气和忠诚 亲自将乾隆从着火的宫殿中背出 让乾隆身受触动 两年后乾隆将只有二十四岁的永迪 进封为荣亲王 永迪也成为乾隆诸子中 生前第一个得到亲王封号的 但凡有点政治眼光的人此时都应该看出来了 永迪很可能是乾隆属意的帝国储君 但让乾隆没有料到的是 永迪活得也不长 乾隆三十一年便已早早去世 年仅二十五岁 由此乾隆已经接连丧失了 三位属役的帝国继承人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符合 宫斗剧气质的阴谋论啊 三位有望继承皇位的皇子都去世了 特别是永迪 封亲王籍去世 谁是那个潜伏在宫中数十年的主谋啊 永迪去世留给乾隆最大的难题是 皇子中已经没有特别优秀的好苗子了 在康熙晚年 是因为出色的皇子太多 才让康熙对继承人问题头疼不已 而乾隆则遇到一个完全相反的问题 根本找不到出色的儿子 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 乾隆实在太高瘦 活了八十九岁 按照当时皇族的平均年龄 五十多岁已经算得上是高瘦了 乾隆的很多儿子都在乾隆生前就纷纷到点去世了 我们如果以乾隆最喜欢的嫡子永连为例 他生于雍正八年 即使幼年不夭折 他也基本不可能活到乾隆去世的1799年 即使活到这一年 永连已经69岁 要知道除了乾隆之外 大清朝活的第二九的皇帝就是康熙了 刚好69岁 再以永奇为例 他出生于乾隆六年 1799年他也58岁了 你说即使能活到58岁那么久 乾隆放心把江山交到一个随时可能倒点恰崩的皇子手中吗 事实上到了乾隆满年 也就五个儿子还活着 皇六子永荣 皇八子永玄 皇十一子永兴 皇十五子永远 和皇十七子永林 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 永远倒是真有点脱颖而出 他有三个相对的优势 第一永远年轻 乾隆25年才出生 此时乾隆已经50岁了 第二永远虽然平庸 但身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硬伤 不像十一子永兴 虽然文采出众 却过于文弱 而十七子永林 不好读书 喜欢寻花问柳 第三永远的母亲是令妃 最高层做到 主理六宫的皇贵妃 多少也有点 慈以母贵的政治光环 永远尚未究竟和令妃有无关系 这又是一个史书中的空白之处 宫斗剧不上更待何时啊 更有话题性的是 永远那么平庸 是怎么被乾隆看上的 按照宫斗剧的逻辑 背后一定有高人 后宫中的乾隆 一生经历了这么多恐怖无情的 宫斗与政治阴谋 竟然还活了89岁 当了60多年皇帝 真正是宫斗之王啦